有几个问题可能需要解决 第一个就是字太小 所以把它放大 放大方法 一样可以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然后呢 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地方 这边一样 它的属性 那如果字要放大 跟刚刚一样 可以到缝里面 把它的那个字形 也是9号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18号 那每一个每一个 这个可能要每个都改 我只大概改一下 大概每一个都 我这边是改18 其他都一样 那你这样子输入的时候 把它启动起来 你会发现就是 把它启动 OK 然后这边输入的话 字就会放大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这第1个 第2个就是当你爱新增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如说像我这边新增完了 这里下是没做 比如说我新增了一个 新增 那新增完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新增 还有清除掉 所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 当你爱新增 最好是可以 帮你把游标 停在哪里 最下面 不然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填 那如果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人怎么样 一直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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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怎么会反应 然后就一直按 最后发现怎么样 原来在最下面 已经有增加这么多笔了 对不对 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怎么办呢 把这个先删掉 那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1个 我那个 参考的答案里面有 然后就是说 我们一样在 新增的时候 可能多做一件事 就是新增完之后 帮我把游标停在哪里 停在最下面那一列 的A栏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放在最下面一列 逗点 A栏 那我要 程式需要怎么写 其实非常简单 点下去之后你打一个select select 这个select意思就是说 我 会把游标做选取的动作 意思就是停在上面 这样子就是一个select select 哪一个select 就是最下面那个 储存格 最下面一列的A栏 那个储存格 帮我做select 那清除的话怎么清除 这非常简单 清除就是 TST 01 点 TES 给它什么 等于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不是这样的 没有东西是这样 这个叫做空置串 空置串 意思就是说 把里面都会清掉 所以我要把它清除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 把这个 再复制一个 这个好像已经在云端上 我已经放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串 清除资料 移动游标 这两段 这两段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这样背 好 那我们再试一次 把它执行过 那一样 把它输入 滴滴滴好了 然后生日 随便输入一个 血腥 那刚刚是按新增 不会跳 现在新增之后 我会多一个功能 就是 新增完 自动移到 这一个最下面一列的A栏 并且把这边的资料都清空 按新增 有没有看到 移动到这里 并且把资料清空 OK 这样的话 感觉应该就 越来越接近 它的可用的 应该就 越可以当成是你们将来 可以做的一个 很简单的系统 甚至可以拿来自己写个 进销存 我想应该也不是什么 太大问题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就先到这里 当然表单里面的应用 还有更多 只是因为 初期 先讲到这里好了 后面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 看里面还有哪些地方 重点再提示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 那刚刚我写完的东西 全部 通通都在这里 所以我会把刚刚的东西 画面截图一下 然后 刚刚我的那一段 从这边 一直到这边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 假设你 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Ctrl C Ctrl V 跑跑看 反正至少你可以跑出来 那最好是回家 有时间 全部删掉 重做一遍 OK之后 也许你可以找一个 比较 不是那么困难的 一个工作上用到 你可以试试看 多做几遍之后 应该就熟了 然后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就是 如何增加 最后 有几个 比较可能会有的问题 字 可以放大 然后 游标可以移到最下面 并且把旧资料给清除 试试看 遇到最后 谢谢大家